再來的話 我如果希望說可以讓它用圖表的方式呈現 有沒有 然後因為這有78 我們用取前10個就好了啦 先做個樣子 那其實如果將來你要在Python裡面畫圖的話 那很簡單 主要就是這三行吧 這裡的話在雲南百版第25頁的地方 那主要我們會利用有一個叫MathPryLab 這個模組它可以幫我繪製各式各樣的圖表 那只是說它會需要跟你要幾個資料 包含就是說你的X軸就是水平軸的那個串列 特別是一定要是串列 所以需要給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的是水平軸 就水平軸上面你要放的資料串列是什麼 可能是哪一個側站吧 有沒有 就是它的那個側站的站名 然後呢 垂直軸的話 Y軸的部分的話 那也許我們給它的是PN2.5的數值 類似像這樣 那請它幫我畫出一個 折線圖或者是直條圖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先把這三行 特別是這三行可能要分開來 就是第一個的話 要需要把它input這個模組 所以呢 先把這一行Ctrl-C 那一樣把它放在最上面 所以如果它畫圖 OK 放個位置 剛才放在 一樣放在第二行 OK 就是MathPriLab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是再把這兩行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最下面好了 這兩行 那如果畫個折線圖好了 OK 假設我們畫個簡單的圖 那畫的圖的位置 我把它畫在最下面 反正一個頭一個尾 那目前的話 因為沒有這個List X跟List Y 所以接下來的話 一樣要產生List X跟List Y 那怎麼產生啦 首先的話記得就是X的話 我們是取那個 因為我們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有 五個欄位嘛 所以我只要取的是 應該是第一欄吧 這一欄 所以 假如說List 2裡面的話 它的編號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0嘛 然後Pn 2.5的話 應該是這個1 這個是2嘛 所以呢 我就分別 在取資料的同時 把這個資料呢 分別就放到List X跟List Y 所以在哪邊 加比較OK呢 也許我們可以在 有List 2的這個回圈裡面 所以呢 我們分別在哪邊 也許在這邊 List 2 假設我先取得List 2之後 然後呢 我就把那個List X 所以要先建List X 所以這邊的話 先建兩個 所以 先這個 先等於空的嘛 然後再 這個List Y 這好像複製喔 我剛剛 然後呢 建兩個空的串列對不對 然後呢 分別就是把List X 它加 加怎麼加 還記得吧 點什麼呢 點了Pand嘛 然後放 X的話是放那個第一欄 List 2的第一欄 所以記得這邊加個中瓜 胡鈴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就是放List Y的第三欄 所以這邊改成2 這邊改成Y OK 好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需要的List X跟List Y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 不過可能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假如說你執行的時候發現什麼 No module name 有沒有 MatePriLab 那你就是需要再裝 如果沒有 那表示應該 就可以直接跑出圖來 我們來看 另外我這個range 本來是全部啦 不過因為 怕那個圖 這個數 這個太多了 所以我就跑前10個就可以了 所以0到9 OK 然後跑跑看好了 所以 基本上我剛剛是加了 第一個是這個MatePriLab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兩行 然後需要 有X跟Y 然後所以我再建了X跟Y OK 執行一下看一下 Permission 一樣 這個啦 這個問題 Essale關掉一下 執行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的下方會多一個圖表出來了 就畫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就把那個什麼 PM2.5的圖 畫出一個折線圖 但這個折線圖是非常陽春的 因為我裡面沒有做任何參數設定 但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畫折線圖的話 我希望畫直條圖 直條圖是一個bar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plus 改成bar就可以了 改一下 這個 這個改成bar 可以run一下 有沒有 馬祖 馬祖沒有啦 所以大成跟馬祖好像沒有 但永和 永和的值還滿高的 OK 好 好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假如說 那個圖沒有跑出來的話 可能要做個設定 理論上應該 如果你是用之前同學設定好的 應該是可以run 可是如果你自己的電腦 或者假設你一個重新的環境的話 記得 如果假設你執行的時候沒有看到圖跳出來的話 那你可能要到那個偏號設定裡面找一下 這邊有個板手對不對 然後設定的地方就是 這邊有一個是叫什麼 就是高級設定 不是 跟這裡一樣 應該是ipy上的控制台 然後 我記得是 我有改一個叫繪圖吧 繪圖的地方有沒有 這個叫什麼 圖形的後端 然後 我是用什麼 好像原來是行內 如果是行內的話 它好像會出現在控制台這邊 所以你把它改成自動 我記得好像只有改這裡 其他沒改 那你記得 改完之後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改完之後 請你關掉spider 重開 你不能直接run 直接run好像它不會work 一樣 它一定要關掉 重開 那它才會發生這個 設定 其他我看一下 其他好像都沒改 高級設 這邊都沒改 這邊我 如果預設 我不確定這邊是不是 預設是不是就是圖形 如果假設 預設圖形嘛 所以這個應該沒改 應該是 那理論上應該只有改一個地方 改成這個地方 就是ipy神的控制台 這邊 所以假設啦 你的圖沒跑出來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改這個 後端把它改成自動 這樣應該就ok了 那其他的話 當然呢 應該是不需要改啦 格式 預設好像png png應該ok 把它pancel 那這樣一run 應該就跑出來了 ok有沒有 那當然 因為目前我只有跑 那個10個側站 可是我要保70 全部好了 如果假設要跑那個78個側站的話 我看一下 這樣會不會有擁擠啊 那可能會塞不下 DICT2 把它全部跑 那有密集 變這樣 全部塞在一起 變這樣ok 那理論上不太ok啦 所以 如果比較ok的做法是 我是建議 你這個 跑的話不用全部跑 因為你可以跑一個 一個range吧 大概就到 0到 0.10 就0到9 跑出來應該看起來比較漂亮 其他的話 或者你可以分p跑之類的 比如說你可以在 10到 也許這邊跑到20吧 可以10到20 再執行一下 這個圖就ok了 有沒有 其他地方側站 那顯然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錯誤的地方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數字變這樣 你說老師不是越來越多嗎 怎麼跳著 2.6 16.19 再9 再10 再7 再45 在哪裡壞掉呢 看得出來嗎 其實主要應該是 因為這個是Y軸對不對 那Y軸應該是一個數字才對 可是我們給它的是文字 有沒有 所以它變成說 它把它當文字來排列 所以文字的排列 顯然跟原來的數字有點不… 所以怎麼辦呢 對 就是你可能在 在丟資料給它的時候有沒有 記得怎麼樣 轉型一下 所以你轉 那你如果假設不確定是整數 整數叫INT嘛 可是有可能有小數點 那怎麼辦 還記得吧 有一個函數很重要 不管是整數或浮點 對 EVO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EVO 然後刮回一下 這樣喔 OK 所以如果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它就把它當文字 還是可以排列 可是排的就怪怪的 OK 執行一下 你畫出來圖下面的中文不見了 那要怎麼樣 中文 中文要設定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談 對 它的那個Masprite Lab 預設它沒有支援中文 因為它用的是 英文的字型 所以呢 變成說 除非你去修改 把它的字型改成中文的字型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字 那個字 比如說中黑體 或者是什麼 什麼星系名體 不然的話 你看到的有可能是 亂碼 那至於這個亂碼要怎麼修改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如果你假設你要參考的話 其實我是有把它 在那個雲端 所以畫圖部分是在第十二個單元 有沒有 圖表繪製 所以如果假設你想要延伸在 多了解的話 可以直接開啟雲端白板的第十二個單元 那至於那個中文的設定 是在最下面 最下面這邊 中文設定 很麻煩 因為它必須要改一些設定 還要用 所以這個後面我們 再來看好了 這個部分 是在第十二個單元的地方 試試看 我這邊目前看到我這個是正常 因為我這個是改過的 所以如果 假如你看到是亂碼的話 那之後我們再來改 讓它變成不要是亂碼的 要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不要給它中文 不行 你那個資料大部分都是中文的 也不能說全部都把它變音 不可能 所以這個可能 之後我們再來改好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我畫圖 主要還是應用 第一個 我把那個重點回顧一下 大概有幾個地方加一下 第一個 我是加這個叫Metaprilab 這一行 Import它 對不對 特別是如果你假設 有發現錯誤的話 那一樣要安裝 第二個的話 就是 在最尾巴的話加這兩行 就是 我要畫的是直條圖 就 Plt.bar 然後給它兩個串列 有沒有 這兩個串列 然後最後就把它點秀 點秀之後的話 再來這個地方我再增加什麼 增加兩個串列 然後分別在這個地方 就List2的下方 去append這兩個串列的資料 然後把它放進去 這樣的話 我最後再把資料丟給那個 就是丟給那個 Plt 去繪製 然後他就幫我把直條圖給畫出來了 好 那基本上這個原理原則跟以色尾一模一樣 只是差別是以色尾是圖形畫介面 然後這邊的話是完全程式控制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畫圖的部分 試著把它這個練習看看 所以後面其實滿多都可以練習的 反正你只要有圖 你就可以拿來試試看 然後將來可以畫很多不同的圖 甚至你還可以畫子母圖 類似像那個POW BI畫那個 有沒有那個Dashboard Dashboard 最後的話就是那個儀表板也是可以做得出來 至於那個比較進一步的那個內容的話 你們如果有時間也許不妨 你可以再先稍微看一下 在第12個單元 有沒有這個其實可以畫多個圖 把兩個圖放一起都沒關係 沒有問題的 OK 甚至畫四個啦 更多都OK 那安裝的話這邊也有啦 所以你這個語法有沒有 Python 1-M 然後PIP install 裝就有這個MatePrylib 試試看